人生在世,有的人命好,有的人命薄,命好之人事业上飞黄腾达,生活得也很幸福美满,而福薄命薄之人,做什么事情都不顺利,甚至荆棘丛生,命薄之人,身上多半有这三个特征,这三点特征会阻碍一个人的发展,是我们成功之路上的绊脚石,看看你占了几点。 一,尖酸刻薄,曾国藩说过,保抚者必刻薄,刻薄则服一薄矣,从前有各位老秀才,天性尖酸刻薄,凡是好人好事,都刻意挑剔甚至谩骂,故而得了个赛商样之名,有一次,一位汉林院编修先生去世,他的门生为其筹款,料理丧事,并赡养抚恤他的妻儿,事事半得周全妥贴,赛商样之道后,说, 世间哪有这么好心的人,他们分明是想借机孤名钓鱼,从而博得别人的称赞,将来好攀附权贵罢了。 还有一次,一个乞丐的母亲不幸病死于路边,乞丐为了安葬母亲,便跪在路旁,向路人起钱买官,他面容憔悴,形体枯杠,人们纷纷施舍给他钱物,赛商样看到后,却说,这人就是借师发财。 那病死的还不一定是他母亲呢,什么大孝子,骗得了别人,可骗不了我。 赛商样总是这样尖酸刻薄,所以人们都讨厌他,回避他,更没人敢请他教书,因此他一辈子不得治,最终贫困潦倒而死。 他死后,他的妻儿流落街头,十分悲惨。 了凡私讯中说,地之会者多生物,水之轻者常无鱼,鱼浩劫,鱼无子者,鱼,意思是污秽不洁的地方,利于生长,生长的东西多,而水过于清澈,鱼就无法生存。 人生在世,要学着接受生活里面的不完美,接受缺憾,待人无情,事事苛求完善,抢求完美,既是伤害他人,也是残害自己的身心。 甚至会使自己寸步难行,世上知识,没有十全十美,一些看不惯的人,不合心意的是,只要不超出原则,与其抗拒纠缠,不如坦然面对,信然接受,不要把自己想得太完美,也不要太把自己当回事,随和自然做人,心平气和做事。 所以,做人要厚道,不要自命清高,对人对势,不要过于苛刻,不要尖酸刻薄,不论身处何种环境,都能坦然自若,与他人和谐共处,这样的人,福气自然会多。 人们常说,众人时柴火焰高,但是尖酸刻薄之人,很难有所体会,这是因为他们身边没有朋友。 都说相由心生,确实如此,我们往往能从一个人的面相上看出他是个尖酸刻薄之人,尖嘴猴腮,满脸横肉,皮笑肉不笑,都是他们外貌特点,在性格方面,除了为人尖酸,说话刻薄之外,自私自利,也是他们的一大特性。 他们将人不为己,天诸地灭奉为教条,于是首先想到的是自己的利益,全然不顾大局,他们并不是从一开始就没有朋友的,只是路遥之玛丽,日久见人心,与他相处越久,你就会越了解他的为人,知晓他在你背后所做的那些烟渣事。 例如挑拨离间,添油加醋等,你拿真心,只能换取他们的假意,你在他们处于困难时会伸出援手,而他们在你遇难时则以反踹一脚来回馈你的恩情。 二,幸灾乐祸。 人性中,普遍存在着这两种恶,嫉妒他人混得好,笑话他人混得差,正如思想家培根说,人可以允许一个陌生人的发迹,却不能原谅一个身边人的上升。 农孙也有句俗语好事不出门,坏事传千里,越是层次低的人,越喜欢四处嚼舌头跟子,别人家一旦出了什么灾祸。 他们马上一传实实传百,当成展示自我优越感的谈资,把自己快乐建立在他人痛苦上面,这就是典型的幸灾乐祸。 我们身边总有这些人,他们宁愿看到外人好,也容不得身边人比自己好,离自己远的人,他们够不着,只有羡慕崇拜的份。 比如说,现在很多人把马云等企业家当成偶像,但是离他们最近的亲戚朋友同事等等,若是谁家逆袭成功,发达富贵了,就会格外心里不平衡,感到无比嫉妒和痛苦。 而这其实是人性里最阴暗,最愚蠢的一面。 一旦极度的种子在心中埋下了,就会心里扭曲,甚至是诅咒他人栽根头。 鬼谷子说,事无常规,事无常事,谁都不能保证一辈子永远一帆风顺,混得好的人也有走霉运的时候。 而这个时候,就是那些极度心强的人们,最开心,最幸灾乐祸的时候,他们恨不得放鞭炮庆祝他人遭遇不幸,这种人的心坏透了。 根本没有善心,也很难有善报,自然福气愈加浅薄。 古语云,一念之善,吉神随之,一念之恶,厉鬼随之,心善的人,周边经常聚集了善的能量, 犹如吉神相伴,也会善有善报,心恶的人。 对外界充满敌意,周边经常聚集了恶的能量,犹如厉鬼缠身,自然最后是道折寡住,恶有恶报。 曾国藩也在日记中写道,文人有恶德败行,听之惟惟不倦,渡功而济明,幸灾而乐祸,此良德之义端也。 即,听说某人有什么糗事,或败谁谁遭遇了失败,则幸灾乐祸,极度他人成功和名声,恨不得能够落井下石,这便是薄德之人的特征之一。 所以说,福伯之人,往往喜欢幸灾乐祸。 三,轻言妄谈,蛇为利害本,口是祸福门,人生的很多灾祸,都是因为说了不该说的话造成的。 因此,古人告诫我们处世界多言,言多必试。 曾国藩也在家书中告诫弟弟说, 古言凶德之败者,约有二端,约长傲,约多言,即一个人骄傲自满,喜欢轻言妄谈,说话没有把门,就很容易招致失败和祸患。 了凡四讯中记载,云古禅师对袁乐祸说,你自己想想,你应该考得功名吗?应该有儿子吗? 袁乐祸想了想,回答道,我不应该考得功名,也不应该有儿子,因为有功名的人,大多有福相,我的相伯,所以福也薄。 袁乐祸列举了自己的种种薄福之相,其中之一便是自己执心执行,轻言妄谈,急心理想怎样就怎么做,随便乱谈乱讲。 后来,云古禅师劝袁乐祸多积蓄厚德,多积德行善,增厚自身福气,袁乐祸也是都照做了,最后既考中了进士,又得了儿子,由此可见,人生真的很奇妙,真可谓是一切福田,不离方寸,从心而觅,感无不通,只要存善心。 说善言,做好事,从心里去求,心就是福田,好福气自然而来。 再来看看一个反面例子,韩信是刘邦的大功臣,汉初三节之一,有一天,刘邦把韩信召进宫中闲谈。 要他评论一下朝中各个将领的才能,韩信夸夸其谈,大家议论将军们的高下,表示很不屑。 刘邦问韩信,向我的才能,能统帅多少兵吗? 韩信说,陛下不过能统帅十万,刘邦又问,你怎么样? 韩信回答说,我是越多越好,刘邦笑着说,你带兵多多一善,怎么会被我逮住呢? 韩信知道自己说错了话,盲眼是说,陛下不能带兵,却善于驾驭将领,这就是我被陛下俘虏的原因,况且陛下是上天赐予的,不是人力能做到的。 刘邦见韩信鞠躬自傲,如此狂妄,还轻言妄谈,心中很不高兴。 没多久,刘邦的妻子吕后联合丞相萧和设计杀害了韩信,将韩信家族诛灭三族。 试想一下,韩信若学霄和那样谦虚低调,不那么轻言妄谈,也不至于招致杀身之祸呀。 所以说,轻言妄谈这种行为最容易导致祸患,使得伏气浅薄,我们要多加注意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